我们准备好两勺豌豆淀粉 再加入适量的三泉水 将它搅拌均匀 然后我们再倒入适量的开水 再大火烧开 这个豌豆淀粉必须要把它搅拌均匀 待这个水翻滚以后 我们将这个豌豆淀粉倒入锅内 快速地将它搅拌均匀 我们将搅好的这个豌豆淀粉 给它倒入另外一个盆中 然后我们将它自然冷却三个小时左右 这个时间已经到了 这个豌豆凉粉我们就制作好了 现在我们准备好适量的小米辣 将它切成圈 再将它切成碎末 大蒜将它拍碎 再将它切成蒜末 香葱将它切成段 再将它切成葱花 放入适量的油辣椒 再放入适量的白糖 放入适量的生抽 放入适量的酱油 倒入适量的香醋 倒入适量的花椒油 倒入适量的鸡精 将它搅拌均匀 现在我们将这个豌豆凉粉 给它翻过来 非常漂亮的豌豆凉粉 我们将这个豌豆凉粉 从中间给它一泡二 然后将多余的 给它放入冰箱当中 切成薄片 均匀剔透的豌豆凉粉 装盘备用 我们再将之前准备的调料 全部给它倒上 再撒上适量的香葱 一盘香蓬蓬的四川美食 豌豆凉粉就做好了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评论点赞 收藏转发 感谢各位小伙伴的 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